他使金日成的脱孤重臣 一路干到了朝鲜二把手的位置 可为何在金正日上台后 突然叛逃南韩了呢 黄长叶出生富裕家庭 但是随着日寇攻占朝鲜半岛 他的内心对小日本子充满了怨恨 为了强大自己 他努力学习 最终加入了朝鲜劳动党 在此期间 他还曾为日本抓走当了壮丁 不过好在后来日本无条件投降 朝鲜半岛也被一分为二 正是在这个时候 黄长叶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相识 不久后成为了金日成的贴身秘书 在金日成的特别关照下 黄长叶的职位越做越高 一度成为了朝鲜劳动党书记 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抗美元朝胜利后 朝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黄长叶开始专注于国家经济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 在农业方面 没了老大哥的扶持 很快朝鲜的饥荒就来了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黄长叶逐渐对朝鲜失去了信心 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尴尬的位置 于是便有了叛逃的打算 那么这期间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随着1994年金日成的去世 金正日正式接任 一开始黄长叶也有好好辅佐的想法 但随着朝鲜粮食几乎绝收 国民温饱问题无法得到保障 黄长叶与金正日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微妙起来 为了能稳定住朝鲜局面 金正日推行苦行军政策 同时加重了犯罪惩罚力度 当朝鲜第六军团政委叛逃的消息传出后 金正日更加恼火 直接下令叛逃者一律枪毙 且实行连坐制 此时到黄长叶对朝鲜当局万分恐惧 特别是在接到金正日要求他 到日本寻求粮食援助的命令后 他判断这次很可能会无功而返 回国肯定会被批评和处分 于是叛逃的想法更加坚定了 果不其然 日本拒绝了他们的援助请求 而黄长叶只好乘坐飞机 先抵达北京再转程回国 在北京期间 黄长叶借口出门采购物资 与一名助手外出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出门的第一站 就是直奔韩国大使馆 黄长叶叛逃的消息传回朝鲜 金正日下令立即刺杀 那为何我国要尽全力保护呢 朝鲜二把守叛逃 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朝鲜当局更是派出了 30名顶级特工刺杀 而对于南韩来说 这是一场与朝鲜之间 政治对异的胜利 自然要全力保护了 但对于我国来说 他国政要一旦被暗杀在了我们国家 那就给西方势力留下了把柄 为此我国专门派出 近千名武警和十几台装甲车护送 直到黄长叶送出镜 这才松了一口气 黄长叶抵达南韩后 政府大肆宣传 并且还要求他到韩国各地演讲 来宣传两国的政治差距 以鼓舞韩国民族自信心 而黄长叶在享受了贵宾待遇后 还曾多次公开表示 自己对金日成的蔑视 以及对朝鲜当局的不满 否定了整个朝鲜 2010年已经87岁的黄长叶 突然在家中遇事去世 韩国警方在进行调查后 对外公布是心脏猝死 但外界也有黄长叶被刺杀成功 南韩是为了掩盖事件真相的传言 对此您怎么看呢 您觉得黄长叶的死因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